从2月24号俄乌大战开始 一直打到现在了 简直是战争非常的胶着 而最近马里乌波尔战事的进行当中 让俄军从各个方面调集部队 已经在准备进入到所谓下一阶段的特别军事行动 所以顿巴斯之战将成为21世纪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面战争 甚至可能决定乌克兰的命运 而冲突的焦点是亚速钢铁厂 之前一股蘑菇云升起 不知道是哪种炸弹 据说是能够钻地的 此前乌克兰的守军 凭借亚速钢铁厂地下六层的攻势 做顽强的反抗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局面不会持久 持续多久 而相关的俄罗斯的战争的意图 也看出来了 它是希望能够解决顿巴斯地区 然后再建立一条走廊 一直抵达克里米亚 保证克里米亚的安全 路上走了 所以这个形态将会是未来乌克兰的版图 当然双方为这个版图的事情 还是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 乌克兰方面也寻求来自西方的 更多的武器装备的支持 这场战争 按泽连斯基的话说 我们要打十年 用十年时间来跟俄罗斯对抗 当然这边来讲也是希望速战速决 毕竟战争长期拖下去 对俄罗斯的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对俄罗斯的经济